大家好,我是Dan 前几天,SN娱乐发表了2023年的事业计划 其中提到了会有新人女团出道而引起了网友们的关注 根据SN娱乐公开的资料 2023年会有三组组合以及一位solo出道 首先是ESPA粉丝们应该很熟悉的虚拟人物 Nabist的solo出道 然后是两组男团 一组是NCT扩展出来的NCT Tokyo 另一组则是跟NCT无关的全新男团 最后就是继ESPA之后 时隔三年推出的一组新人女团 其中虚拟人物与新人女团 预计是在4、6月中出道 而目前在SM的练习生SNS账号 已公开过8位练习生的身影 所以SM的新人女团很有可能是8人组合 这就算了 总之目前韩国网友们最后期的是 哪汉会不会以这次的新人女团出道 去年4月哪汉与SN娱乐签下了专属合约 而不是练习生合约 所以就有很多网友们认为 2009年生的哪汉 应该很可能就会以新人女团的忙来出道 因为一直以来只有过很多有关SM男团的消息 所以这次的新人女团发表 马上就引起了网友们的热议 哪汉出道的话就太棒了 真的真的太期待了 不过一年出道的组合也太多了吧 ESPA才出道三年 应该要更支援一下吧 用卡特比特浪费时间 现在又要推新团 SM疯了吗 哪汉在25年出道才适当 又不是很急 而且ESPA还不到4年 还什么新人女团 好好照顾一下ESPA跟Red Velvet吧 现在出道的话会很混乱的 在新人组合出道前 先让ESPA回归吧 YG也是多人组合 SM也是多人组合 今年女团也会很激烈的 对于SN娱乐即将推出的新人女团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下个消息是 目前在加拿大跟着年轻人们辛苦学英文的一位网红 透过有关人士表示 这位网红之前在影片中说过 因为觉得自己身体不灵活 所以不好意思将自己跳舞等的影片上传到YouTube上 但是在收到一些网友们的私讯说 能不能为了不用IG只看YouTube的人两边都上传 透过长期的讨论后决定 会将IG短影片也上传到YouTube秀词上了 但是DNQ来了的秀词会有新的系列更新 所以IG舞蹈刻薄等的短影片 会上传到随便把DNQ频道的 对于自己的出尔反尔真心的道歉 为了不分粉丝们能这样更改自己的计划后道歉 真的是太棒了 最后我们来看一下 在舞台撕掉衣服粉丝的激动反应 在年末舞台展现了撕衣服的表演 结果一位粉丝 有所厉害的 哈哈 《暗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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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